女孩只是摸一下自家的黄狗 不料下一秒 大狗直接咬住女孩的脖子 紧接着把他拖到桌子下面 一旁的哥哥亲眼目睹着惊险一幕 为了保护妹妹赶紧跑过来 而此时不知情的父母 还在为两块钱争吵 可大黄狗还在不停地撕咬着女孩 女孩生命危在旦夕 哥哥眼看无能为力 赶紧大声呼喊 见女孩亲生父亲过来 男孩便大声喊道 男人立刻挂掉电话 急忙朝桌子下面查看 而疯狂的大黄狗 拖着女孩冲着男人袭来 等男孩父母反应过来 追出门外时 疯狗拖着女孩早已在大街上消失 女孩的父亲在大街上拼命地追赶 却一无所获 于是拿出家里珍藏多年的喷子 想要亲手宰了这个狗畜生 却遭到养父的极力反对 提醒男人一定要发保护 不然将遭到恶魔报应 失去理智的男人哪里听得进去 为了给女儿报仇 男人一脚油门便冲了出去 等养父赶来 以为时已晚 大黄狗早已躺在血泊之中 养父看见这恐怖的一幕 顿时觉得要大祸临头 立马往回赶 而回到家 却看见更诡异的一幕 小女孩竟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女人赶紧抱住女孩安抚她 而更加诡异的是 女孩竟说出可怕的话 女人以为孩子受到惊吓胡说的 便伤心地搂着她 然而下一秒 当男人苏醒过来时 却出现不可思议的一幕 女孩依然活蹦乱跳 然而另一边的农场 发生更恐怖的事情 老农推开肛门冲进羊圈 来到妻子跟前 顺着妻子手指的方向 竟发现一只美羊羊 已变成灰太郎 老农定睛仔细看了一眼 随即拿出喷子 碰的就是一枪 羊群瞬间慌乱逃窜 唯独灰太郎纹丝不动 却静止向老农走去 更怪异的是 竟用脑门顶着枪口 气得男人正要开枪 妻子却提着斧头走来 劝阻丈夫不要开枪 一定要看视频求保护 可看着灰太郎挑衅的眼神 男人已经无法控制 紧接着扣动扳机 就在灰太郎倒地之时 妻子一斧头劈了下去 随后跪在地上 对着自己脑袋酷吃就是一下 结果这家人全都隔屁了 安娜拿起保鲜膜贴在脸上 在头上不停地缠绕 甚至将脸部挤压变形 直到脸部完全被保鲜膜紧紧覆盖 才开始扯断保鲜膜 用双手从脸部开始挤压保鲜膜 直至整个头部 让保鲜膜包裹得更加紧密 直到呼吸不到一点空气 女人很快就感到呼吸困难 不停地张着大嘴 就在憋得快要窒息昏迷时 女人拼命撕扯保鲜膜 无奈保鲜膜缠得太紧太厚 根本无法撕扯开 情急之下 女人从眼部把保鲜膜扣开 才终于呼吸到一口新鲜空气 随后才把脸上的保鲜膜扯掉 女人这样做并不是想自杀 而是想证明自己是否出现幻觉 早上安娜做早餐时 将手里的鸡蛋捏碎 可奇怪的是 鸡蛋竟然是空的 猛逼的女人顿时猛逼 于是又拿起一个捏碎还是空的 安娜索性捏碎所有鸡蛋 发现都是空鸡蛋 然而更奇怪的是 自己在擦玻璃时 不料身后的墙壁 开始向她慢慢靠近 整个人都被墙挤压到玻璃上 女人丝毫动弹不得 就在她惊恐万分之时 墙壁突然弹开 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女人摸了摸墙壁 并没有异常 还以为是幻觉 可看见玻璃上留下的印记 觉得一切又是真的 自从安娜跟老公住进小镇 觉得自己的生活过于美好 感觉周围的一切都不真实 每天早上镇上的女人 都在同一时间送老公上班 而男人们也是一起开车穿过沙漠 去往神秘的地方工作 随后 女人也开始了家庭主妇的生活 首先就是做家务 把家里的各个地方都打扫干净 随后她们一起坐着巴士 来到健身房 一起跳跳健美操 保持好自己的完美身材 下午 大家一起游泳 喝着下午茶 享受着阳光浴 安娜虽然觉得生活安逸非常完美 总是感觉有点不正常 而且发生这些离奇怪事 女人更加怀疑小镇的诡异 于是坐着巴士 准备走出小镇 没多久 司机提示女人即将到终点站 并询问她去哪里 女人只是说出来兜兜风 就在这时 安娜突然看见一架飞机飞过 下一秒 竟然坠毁在远处大山上 女人于是想去查看 男人却说 根本没有看见飞机 告诉她 走出小镇会很危险 女人却执意下车 独自一人离开 穿过一片荒漠 女人来到山顶 并没有看见坠毁的飞机 却发现一个圆形建筑 安娜好奇地走到跟前 伸手摸了一下玻璃 女人的手和脸 顿时变得通红 立马昏了过去 等安娜醒了时 却发现 躺在家里床上 女人已经分不清楚 是不是在做梦 就在女人满脸疑惑时 突然接到一个奇怪电话 告诉安娜 周围的一切都是假的 不要相信任何人 也包括丈夫 并让女人尽快离开小镇 安娜挂断电话 质问丈夫 究竟做什么工作 为什么每天所有人 都要统一上下班 可丈夫却以公司保密为由 不肯告诉女人 随后第二天 丈夫认为 妻子精神出了问题 便请来一位心理医生 女人无意间看到 邻居黑妹的病例 当医生跟老公离开时 却发现 医生的皮包落在沙发上 女人赶紧拿出病例查看 可诡异的是 上面全部被打码 只说黑妹拒绝治疗 将移除小镇 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 安娜在健身房跳舞时 竟然发现 黑妹在镜子里 吓一秒 黑妹便用头不停地 撞击镜子 吓得安娜大声呼叫 所有女人也都目瞪口呆 当安娜再次看向镜子时 黑妹却消失不见 女人迅速跑回家 发现黑妹已经站在房顶 并且手拿萝卜刀 直接割喉自尽 随后从房顶跌落 安娜健壮跑去营救 却被两个红衣男人拦住 强行把女人带走 随后被送上手术台 准备对女人进行记忆删除 当安娜大脑被电击之后 眼前出现护士时 女人瞬间回忆起 原来自己也是一名医生 而老公每天无所事事 在家打游戏 生活过得非常艰苦平淡 不满足现状的安娜 对老公非常不满 偶然的机会 男人参加了一个名叫 胜利计划的秘密实验 通过高科技 控制人类的大脑 消除原有的记忆 向大脑植入另一个 虚构出的完美世界 想让妻子生活在 富人的上等社会 而恢复记忆的安娜 跑出手术室 邻居告诉她 赶紧去山顶 女人立马开车离开 而所有的红衣男 却在后面紧紧追赶 安娜则驾驶着飞驰的汽车 朝着山顶那个 圆形建筑驶去 红衣男在左右 不停撞击的同时 还试图把女人拽下车 而此时 前方也驶来一辆汽车 女人灵机一动 一脚急刹车 随后快速跑向山顶 来到圆形建筑跟前 就在红人追上来时 安娜毫不犹豫地 将双手按在玻璃上 一阵红光亮起 安娜回归了现实 如果是你会选择 安逸享乐的虚幻世界 还是需要努力奋斗的 现实世界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无良大妈以老卖老 包子只是破了点皮 她便吵吵着不能吃 老板赶紧解释说 包子是刚蒸出来的 拿出来时破了点皮 结果大妈 把包子甩在老板脸上 之后还骂骂咧咧 说这包子给狗都不吃 甚至直接坐在地上 引来无数路人围观 纷纷指责老板不道德 既然欺负一个可怜老人 老板却觉得十分委屈 看在老人可怜的份上 才免费给他包子吃 这一给就是一年多 老人一分钱都没给过 看我可怜为什么不给我好的 你今天不给 我累着不走了 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路人不分清红皂白拍照发网上 扬言要曝光这家店 老板不想把事情闹大 只能又拿两个包子给他 大妈露出小人得志的嘴脸 突然他觉得后背剧疼 大妈以为出现幻觉转身离开 在回家路上 大妈遇见一辆豪华摩托车 竟然看着不顺眼 直接上手开始推车 车主见状赶紧上前制止 询问大妈为什么推他车 车主非常不理解 马路这么宽 怎么就挡他路了 摩托车摔坏了 修好至少要五千 朋友害怕 大妈碰瓷 赶紧把两人拉开 车主不敢招惹大妈 也只能自认倒霉 这时大妈感到胳膊发凉 回家后 大妈还没消气 踹了两脚面带 抱怨些爱心 每次都给这些破东西 就在这时想起敲门声 大妈打开门一看 怎么又来了 我跟你说了 不奔不奔 就是不奔 房东不耐其烦的解释 当初看你年龄大了可怜 才让你免费住了七年 现在房子要动签 你不能赖着不走啊 大妈又开始耍无赖 你还知道我可怜 一分钱不给我 你就想大划我走 不可能 说拆迁款至少分他十万 不然就把房子跟他一起拆了 大妈没完没了的 还在骂骂咧咧 这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大妈双手冻成冰块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整个人冻成了老冰棍 大妈最终变成一坨冻僵的蛇 你觉得 大妈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吗 当别人无条件帮助你 不仅不知道感恩 还得寸进尺 本故事纯属虚构 希望大家做一个懂得知恩图报的人 乞丐意外获得神奇水晶鞋 穿上它之后 乞丐瞬间变成美丽的公主 这天小乞丐在垃圾桶里觅食 却意外发现一双漂亮水晶鞋 女孩高兴地露出西班牙 忍不住立马穿在脚上 谁知意外发生 两个黑衣人快速冲过来 拿着照片对脚上的鞋比对 一脸冷漠 强行把她带走 女人怎么呼救都没用 随后来到一个陌生地方 便出现一个神秘女人 拿着水晶球对着女孩使用魔法 女孩瞬间改头换面 竟变成一个富贵公主 随后女人又拿出高档化妆品 在女人的精心包装后 乞丐女成功进入妇人圈 享受着高贵的待遇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轰动 参加高档酒会都要有人保护 一出场就惊艳所有人 贵妇千金纷纷露出羡慕的眼光 可女孩却不屑一顾 这时一个帅气的男人 把女孩深深吸引 贵妇千金为了得到水晶鞋 纷纷过来讨好女孩 此时男人也跟了进来 含情默默地看着女孩 随后趁机脱下她的水晶鞋 拿在手里爱不释手 不料却被女孩一把抢回 而男人为了得到水晶鞋 竟然单膝跪地讨好女孩 就在她沉浸在幸福之中时 突然睁开眼睛 却发现自己被绑在柴火堆上 男人拿着水晶鞋 一脸猥琐地闻着 那些贵妇千金竞点起火 女孩拼命地挣脱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时 女孩突然醒了 原来只是一场梦 如果穿上神奇水晶鞋 真的能变成有钱人 你会要几双呢